那个洋载音器的这个 我把它就 昨天同学有希望说把这个编在里面 所以我特别把它编了 申购洋载音器 这个就是说 音载地 音载地如果说要去买 买了之后 在古代习俗里面 有所谓的那一块地 要给某某的王者使用的时候 也要给他一个房产证明 那个房产证明 就是说让神明来做见证 神佛当见证 所有阴间的或者外面的鬼灵 痴妹王粮 不能来干扰那一块地 所以会有一个仪式 但是这个在台湾比较少 现在在内地的江南 尤其岭南 现在这个仪式还有 所以有同学说 希望把它放进来 那我昨天我就同意的把它放进来 因为我们的时间够 所以把它放进来 仪式怎么做 那有什么书文要禀报 这个到时候会讲 这是同学在群组里面要求的 另外还有一个刚刚讲到 九字真诀的这一个 这个就比较特殊 这个的话是法奇门的东西 基本上在我们一般道法是不会教的 但是同学有问到 这个同学今天我们线上不知道有没有上线 如果有上线的话打个招呼一下 看看有没有上线打招呼一下 因为这个是我们内地的一个同学说 希望把九字真诀的口诀稍微提一下 但是我觉得提口诀没有意义 我把法奇门里面九字真诀的真正的用法 大概所有同学应该都没有听过或看过 九字真诀真正的用法 九字真诀它有很奇特的用法 它的能量很强 怎么用 我们在这一次特别把它放在里面 同学有提到 那时间上允许 我们24小时时间上允许 把九字真诀的整个用法 全部用在这里 这个只有法奇门才有教 我把它拿出来给各位 那这个的话相当好用 如果有学过奇门遁甲的学生 不管你学过阴盘阳盘树奇门等等 对九字真诀这个用法 如果说不懂的话 奇门遁甲白学了 讲白一点就是奇门遁甲白学 九字真诀是奇门遁甲里面的灵魂 我们讲的是九字真诀灵魂 它是奇门遁甲贯穿整个奇门遁甲的主干 如果说有学阴盘阳盘 学了奇门遁甲 九字真诀不会用 或不知道怎么用 或用错了 那个奇门遁甲白学了 我们九字真诀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结界 一部分是物证 那九字真诀 天地玄妙行神变通力 很多人大概没有听过这九个字 没有听过这个 这个是九字真诀哦 九个字哦 大概听过的只有这一种 凌兵斗哲皆正列前行 或者凌兵斗哲皆正列在前 大家听过的就这几种 但是没有听过的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是九字真诀 这个是九字真诀里面的精华 那怎么用 怎么念 这个是口诀 我们会教 怎么用 然后整句是什么意思 九个字就是一整句 一整段怎么用 一整段怎么用 然后他怎么结界 然后还有斗布 九字真诀有九字真诀的斗布 大概所有学过七门顿甲的 大概都不知道有这个斗布 这是九字真诀专用的斗布 会教 这一次一并教 还有九字真诀的一个开运法 个人开运趋吉避凶怎么用 九字真诀怎么用 这是写在手掌心上的 如何用 我们会教 九字真诀的斗布跟指诀 全部都会教 真正的斗布指诀 还有他的 口诀 两种口诀全部会教 这是法奇门里面的九字真诀 整段 我把它拿下来放在里面 是我们内地一个同学 他说他要口诀 我就跟他讲说 他说口诀没有意义 我把整个九字真诀拿出来教 这个的话用在哪里 用在法奇门 的法术里面 能量特别强 但是我们没有 没有学法奇门 用在道法还是可以用 我们可以配合 配合一些法术 配合一些法术 配合一些符令 九字真诀一样可以配合一些符令 戴在身上 或画梢符令 或者配合我们道法的法术 比如说我们现在高级班要教的 或中级班要教的 中级班教过 初级班教过里面那几套的法术 如果要用的更有能量更强 可以配合九字真诀用 那当然如果 法奇门的话来配合 九字真诀的 使用会更好 那当然没有学法奇门 我们可以用在一般的 法术之上都可以 那九字真诀这一次是 一整道全部教 包括指觉斗布 还有两个口诀 天地玄妙 形神变通力 然后这个口诀 它是一整段 天代表什么意思 地代表什么意思 都会讲出来 然后临兵斗哲 皆正列前行 或者天 临兵斗哲皆正列在前 它斩断什么意义 那怎么配合指觉 配合斗布 一并都会教 这个是奇门遁甲里面的精髓 灵魂 我们讲的就是灵魂了 所以如果说之前有学过 奇门遁甲的 九字真诀 你们之前怎么学 都没关系 我敢保证都不完全 你们之前跟哪一个老师 学的九字真诀 肯定都不完全 这一次教的九字真诀 是一整套的 我是真正法奇门在用的 所以同学有提到 那因为我后来盘算一下 课程的时间够 我就把它编进来 到时候我们会放在最后面教 那这个PPT的话 到时候一并都给各位 因为这后来才因为同学 应同学要求再编上去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正式要开始上 那前面是我的经历跟著作 我们就带过去 大部分的同学都知道 我有一些著作跟一些经历 包括DV 还有一些书本的著作 化小儿观煞法 小儿观煞是根据八字 是根据八字的神煞找出来的 那小儿观煞大概有数十种 早期的八字的古人流传下来的 那个小孩观煞是比较多 那最近就是慢慢的传承下来 现在的小儿观煞大概是有三十几种 那小儿观煞它影响 那小儿观煞它影响因为它讲小儿 顾名思义就是影响小孩子的时候 是最严重 那影响就十三周岁前影响比较严重 我们一个地支年是十二年 所以满十二年之前 小儿观煞都会影响 但是大概有百分之二十的小儿观煞会影响一辈子 有百分之二十会影响一辈子 那影响的可能是六亲的比较多 感情六亲的缘分 接下来就身体了 财运失业影响比较少 百分之二十影响财运失业比较少 都是感情六亲还有身体比较多 那因为我们现在少指化 小孩子都很重视 我们希望小孩子他生下来能够健健康康 然后在成长过程中不要去受到伤害 尤其身体伤害 所以成长过程就十三岁之前 所以说小儿观煞现在越来越重视 早期我们在学法术 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学法术的时候 小儿观煞都是简单带过而已 那时候小孩子生的多 那现在因为少指化很多的学法术的 不管是学我们全真的还是学毛山的 还是学那个天师的 小儿观煞越来越重视 那小儿观煞里面 百分之八十影响小孩子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些几乎 都跟小孩子成长过程中比较重要的 那目前大概八字上列出来大概三十几种 那重点要化小儿观煞 最好是小孩还没满十三岁之前来做 会更好 你满十三岁了之后 他观煞已经很多都已经影响在身上了 做都来不及了 所以就是要在十三岁之前 那当然越早做越好 免得说你如果到七八岁做 搞不好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发生了 那是不是影响更大 所以说小孩观煞是生出来之后 八字一看有小孩观煞的现象就应该做 那现在的很多的资讯 网路的资讯很多 所以很多的家长 在网路上都看得到 所以很多家长都主动会想说找老师做 那小孩观煞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都是影响的层面 好 那小孩观煞大概有哪些的现象 有哪些种类 我们就把它这里分 分别叙述一下 小孩观煞是从八字 八字的 所谓的八字就是年 年有天干 月有天干 日有天干 时有天干 所以天干四个字 地支呢 四个字 那总共八个字 那小孩观煞 第一部分是生日的干 配合生时的支 那会有什么关卡 比如说假日生的生在四时 若景观 以日生的生在子时 若景观 那八字的排列 现在都有软体 很简单 比如说今天的日子是 阳历是2024 8月12号 现在是未时 中午 下午一点到三点未时 这换算成农历 7月多少 今天是8月十几号 12号 今天是8月11 好 8月11 那 7月8号 就换算成农历 是7月8号未时 那这个的话 依照八字的软体 就会排出来 比如说今年是甲城年 所以年的天干夹地之城 然后月软体就排出来 好 若景观是日 这是年月日时 日的天干 看死的地之 日的天干 看死的地之 八字排出来之后 从日的天干来 对应死的地之 就是 这一列的 这一列的 官杀 那这个官杀的话 会有什么现象 我们后面会讲 比如说 假日生的生在世时 以日生的生在子时 丙日生的生在世时 这个都是若景观 这一个 新日生的生在世时 这样是对照 好 假日生的生在世时 有时丑时 叫做鸡飞观 所以假日生的生在世时 就有两个观了 这样看得到吗 所以假日生在世时 他至少就有若景观 鸡飞观 好 这个就是对照的方式 一样 接下来 这个官卡又不一样 生日的之 对照生时的之 比如说假子日生的 生在有时 就是犯的鬼灵观 子日生有时 对不对 你如果假日生有时 就是看上面 假日生有时 就是鸡飞观 鸡飞观 对不对 假日生是天干看的 天干看的 好 生日之 就是一样是日 假子日 子日生的生有时 就是鬼门观 这样看得清楚吗 那这个表 我们讲义上有 但是这个表 很好查 这个表很好查 这一般的网络上都找得到 找得到 这是生日之 对生时之 比如说 隐日生未时 世日生子时 好 世日生的生子时 就是天吊观 五日生虚时的 就是无鬼观 就这样的意思 好 这是生日的之 对生时之 另外 生月之 对生时之 这月的 这要看清子之月 所以就是用 各小孩子的八字来对照 比对照就对照的出来 不困难 比如说 今年 这个月是农历 已经生月了 历秋了 现在已经交历秋了 有没有 所以生月之 就是生月 好 生月的 生在 世时 要时难观 生在生时 时难观 丑时虚时水火观 有没有 这个月生的 子时 丑时 饮时 卯梅堪大 四时 五时 尘时 四时 五时 未时 生时 有时 虚时 几乎都有 所以 从这里可以看 每个月生的都有 然后日生的 就上一夜都有 那我们 总结来看 每一个小孩子 生出来 都有好几个 小儿观萨 肯定 我小儿观萨 我这二三十年来 处理小儿观萨的 我看过小儿观萨 最少的 好像只有一个 小儿观萨 好像只有一个的 大部分都是三个到四个 所以没有说出生的 年月日 排起来 没有犯到小儿观萨 没有 我还没看过 肯定是有的 只是说 多或少 那 轻一点的话 造成六轻 缘分 淡 或者是感情不好 重一点的影响 未来的事业 财运 更严重影响身体 或者小孩子 来不及 长大夭着 都跟小儿观萨有关 所以小儿观萨 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 现在的 父母越来越重 是小儿观萨 那等于说 每一个小孩子出生 就是有小儿观萨 那不做的话 发生什么事 那就不知道了 那就很重要 那小儿观萨 什么观 会有什么现象 比如说落井观 就是物尽水边 有水恶 那当然 他讲的 大概都是13岁之前居多 但是有落井观的 我们不只说只注重13岁之前 以后一辈子 就是要注意水恶 就是多注意 多注意就对了 那为什么说 有时候 像现在夏天 很多人都会去西边玩水 海边玩水 为什么有些小儿子 没事 有些小儿子 是不是了 是不是跟这个小儿 观萨有关 也许 也许 或者他的八字 正好水恶旺 或者八字 缺水 几乎没水 这个都要注意水恶 水过旺 或是完全没水 或缺水 都要注意水恶 这叫过 过不及 都不好 那如果说 他的八字 都已经有这种现象 八字水恶旺 或八字水恶弱 但是又 他的小儿观萨 又有落井观 一辈子犯水恶 绝对犯到 这个叫加乘效果 加乘效果 所以说我们 先把落井观制掉 他八字可能就是 水很旺 或水很弱 那天生的 你总不能改八字 对不对 他的水 八字水就这么旺 怎么办 他有落井观 我们可以把它制掉 他水很旺 根本制不掉 水旺就是水旺 但是落井观 我们把它制化掉 至少不要让 他的八字水那么旺 又碰到他 又落井观 加重发生的力道 或加重发生的几率 所以小儿观萨 要把它画的就是画 让他不要影响 他的八字更深 那取命观 就这个 在取命 那进步